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申收25%的关税 这无疑让原本利润就低的中国制造商们雪上加霜 随着天猫出海 一规意品牌出海计划等各项平台政策的实施落地 自由品牌将成为中国制造在长远未来绝地反击的出路 做自己的品牌 才能把握利润大头小边有一个真实的案例 一家专门生产硬件产品的广州制造商 其硬件出厂价约为12美元 而在美国的销售价却高达120美元 如果有个好品牌好包装甚至可以卖到200美元 这个工厂每年的销量可以达到数万台 但他们并没有活得很滋润 因为他们能赚到的只有仅仅12美元的部分 而产品在海外销售获取的高额利润也和他们没有关系 中国人有能力创造出越来越多高质量的产品 却因不懂的品牌包装只能在美国被贴牌商压榨 当你想抬高出厂价时 贴牌商却以更换厂家要挟你 更明目张胆拿着你的产品 以大额订单为诱惑 要求其他同类厂商给出更低的报价 进入互联网加制造模式的工业4.0时代 中端制造环节价值进一步被前端及后端贪薄 只做生产 其利润只会越来越低 因此向两端索取增加值已经迫在眉睫 相较于前端科研的高门槛 后端行销的难度要低得多 中国企业要想得到长远发展 必须不断往附加价值高的后端定位 所以出海自己的品牌 是自己掌握命运 是提升利润空间实现突破的最有效的方法 近年来 中国公司出海的数量和速度是个大爆发 主要集中在工具、游戏、电商、直播等领域 值得高兴的是 小编三月在芝加哥的IHA国际家居家电展 了解到很多中国厂家的观念也正在积极转变 他们不再觉得品牌只是大企业能做成的事 中国商品走向海外到中国品牌 走向海外的转变正在不断酝酿 发生 如何在北美市场打造自由品牌 很多中国企业虽然想尝试在美国做自己的品牌 但由于不熟悉美国电商的游戏规则 不了解当地的文化和消费者的偏好 往往花了钱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就在前年 宁波有一家每年出厂数万台烤炉的企业 为了突破OEM的单一模式 决定出海自己的品牌 花了几百万人民币自己开发美国市场 还在当地雇了多名销售人员 但一年下来销售却不尽人意 钱一下子打了水漂 中国卖家需要怎么做才能避免品牌出海时的重创 一 深入调研 知己知彼国内很多生产商在一定程度上 不重视前期的国际市场调研 简单的通过询问国外亲戚朋友 加上看到一些热门新闻 就认定了自己产品的设计方案 想着蹭热点的宣传方法可以吸引到众多国外买家 其实不然 这种作放式的调查往往得到的信息极为片面 且不说信息是否正确 流行东西的热度可能很快就散了 而已经投入的设计制作和铺设的渠道 却无法打一枪换一炮 小编并不是建议大家对每样产品都要做如此深入的调研 但对于同类型的产品线及品牌 市场调研绝对不可少 从长远看 这一定是让你规避陷阱 成功进入国际市场最重要的一步 二 弱化来源国 英帝质疑小编之道 多数的中国消费者热衷于追逐国外品牌 而美国人在这点很不一样 美国本土消费者对接近自身文化的产品更为信任和喜爱 把logo设计及产品包装向美国品牌看齐是进入市场的一个捷径 三星 尼康等品牌都是典型的弱化品牌来源国的成功案例 美国品牌的logo和包装设计追求简洁而色彩艳丽 举个具体的例子 林西贝尔是中国本土一家智能监控企业 在2015年进入美国市场时 他们聘请了美国当地的品牌出海团队Red Cube 为品牌做了重新的打造 设计了全新的包装 构建了符合美国本地消费者审美的官网 向美国品牌看齐 通过本土化的改造 林西贝尔最终取得了消费者们的喜爱 在零基础的情况下 林西贝尔进入亚马逊平台 第二个月销量就达到上百台 与同类竞争品分庭抗理 三 把握视频传播趋势 多感官包装在美国 YouTube是紧跟Google 长年位居搜索引擎第二的信息平台 2018调查显示将近58%的美国人使用YouTube 其中有18%的用户通过其获得最新资讯 早在2015年 YouTube已为视频增加了内嵌商品链接的功能 方便观众在看到感兴趣的广告时 直接点击链接了解更多产品信息 美国消费者追求视觉的冲击 通过Facebook的内容算法机制分析 图片和视频类贴文能够获得比文字更高的群众评分 同样的铁文 在附上高清晰和高水准的视觉元素后 传播效果是纯文字铁的二倍 由此可见 视频是直接呈现产品 吸引买家的一个绝对重要的方式 四 建立社交平台品牌粉丝圈 2017年的统计显示 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从社交网络获取最新资讯 五分之一的人重度依赖社交平台资讯 主流社交平台仍然是跨境电商最重要的营销推广 品牌建立和转化销售的入口 至少有一半 Twitter和Facebook的用户认为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开始关注某企业之后 会更乐意去谈论 推荐或购买该企业的产品 品牌借助社交媒体更容易与用户开展深度过同 行程长期的粉丝及用户群 精彩借助社交平台尽工费 最高银的壁 建立的造型 公费 产品词 对 建立的造型